12本阶段的狗球流派比较热门的 当初闪电边狗球和天女狗球 12本闪电边狗球的教学已经出过了 那么今天就来教学一下12本天女狗球流 12本天女狗球流的背兵和法术就是这个样子 兵手带的有点多 仔细看慢慢记 援军上面选择投石车 防爆法术 援军兵手带什么都行 有条件的可以带超级汪灵 这边援军配兵没有问题了 上时代开始教学 玩天女狗球流 我们天女要做的事是非常非常多的 天女要处理大本和女皇还有援军 处理掉这些东西之后 还得让天女尽量多去处理些防御建筑 在这阵型我们先找到她城堡大本和女皇的位置 城堡和女皇在上面 大本在中间 天高下我们天女从上面进去处理对面的援军和女皇 天女在左边单头的位置处理援军和女皇 然后天女走向往左下连弩区域走 先掉左边连弩区域之后 然后爆本 天女的思路想好了 然后我们给投资车找个地方白标防御建筑 上面区域和左边区域已经有天女处理了 我们投资车就在右边和下面这两个地方 选择一个地方白标防御建筑 右边有一个防空和一些防御建筑 下面有一个防空一个单头和一些防御 下面的防御是比较多的 投资车处理下面的防御 然后就算右边一小块区域没有部队处理 就让狗球部队去收尾就行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整体的思路布局 狗球是只需处理右边的一小块区域的 很多人天女狗球玩不好 就是让狗球部队处理的东西太多了 天女狗球是只有一组狗球部队的 天女狗球流主要是告天女和援军同时车和蛮子清理掉 要振行70%的防御建筑 然后让一组狗球局收尾剩下的30%的防御 那么这边思路没有问题了 开始操作 下面角落先下弓箭手看陷阱 然后再下投资车 然后给气球帮投资看一下有没有电塔 上面先下女皇 然后下气球 最后下天使 然后等天女慢慢清理外围建筑 四角看一下投资车那边 投资车这边果然有老六电塔 然后四角拉回天女那边 等天女慢慢清理建筑 看一下天女这边清电法师塔 会往哪边走 天女往下面走了 下面给个操作开墙 城墙打开之后 左边给个法师断边 给个气球帮天女探雷 右边下个龙宝去断边 左边单头这边的城墙没有打开 下个操作就打开 左边单头锁了女王 给天女狂暴法术 然后冰冻法术动一下单头 对面的城堡没有援军 然后对面的三个英雄都不在 这是什么情况 无所谓 如果对面有英雄 就像猎手去辅助天女 处理掉对面的英雄就行了 两个单头同时锁给女王 不要犹豫 女王直接开技能规避伤害 天女过来处理左边单头了 左边单头处理掉了 瞎抄诈看看能不能把左边 连弩的城墙打开 剩下就等天女慢慢处理建筑 天女抵护住就点 弘暴法术就行了 弘暴法术都是给天女使用的 左边下蛮子和法师 清理外围的建筑和防御 蛮子的作用是没有固定的 你可以用回去清理外围的防御建筑 不过蛮子不要太早下 那样子鸟炮就会被过早触发 下面头十周也处理的差不多了 援军超级王力也是出来了 还有一个问题 很多人玩天女狗球的时候 总是害怕时间不够 所以早早的就下狗球部队了 如果你狗球部队要处理的建筑 比较多一点点 那就1分30秒这个时间点下 如果需要收尾的建筑 跟我这把差不多 那就可以在所剩时间 到1分10秒的时候 这个时间点下 天女这边顶不住了 给天女狂暴法术 所剩时间1分10秒了 右边单头单独下几个气球去处理掉 右边把气球分散放下去 然后友王跟上 然后下荣野猎 荣野猎犬放下去之后 在防御建筑面前铺好 急速法术 然后等狗球部队去处理就行了 狗球部队到了火力比较猛的地方 就友王开心声帮狗球部队回避残害 天女那边也是成功爆本了 然后把手上的小单位都放下去清理建筑 这把还能成功省下一瓶冰冻法术 好的最后也是轻松拿下本场才先关注温酒 教你为所有流派 好 好